地骨皮、菊花、甘草都能清热解毒 跟能自因生津的麦门洞一起熬煮 就是可以退暑热又止渴的茶饮 特别适合炎炎夏日饮用 跟大家示范一下地骨皮茶的煮法 首先把八碗水煮开了以后 把地骨皮 菊花 甘草 麦门洞 放进煮滚的水 注意整个过程用小火慢慢的炖它 等八碗水煮成两碗水 大约两三个小时以后地骨皮茶就好了 枸杞叶的营养价值也不低 而且杏味不像地骨皮那么寒 把枸杞叶或嫩芽泡成茶饮喝 同样具有养肝明目 清热止渴等功效 冲泡这种枸杞芽茶的温度不要太高 不要用废水 废水放置了一段时间以后 冲泡枸杞芽茶是最好的 其实茶叶有研究是大概八十几度 所以芽茶也应该差不多是这种温度 冲泡最合适 那简单就等一段时间 它的这个茶就会慢慢的 就从茶叶渗透到水里面 那我们就喝这个水的成分 那枸杞芽茶最重要的就是它有锡成分 那这锡成分非常有益健康 不管是枸杞 枸杞叶或地骨皮 食用前最好先咨询中医师 是